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煞 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两盘中称主视角的录像 马上也快过五一了 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五一一节快乐 五一小长假的话,如果有时间可以出去转一转 如果没时间的话可以留在家里看看我的直播和视频 五一小长假我是应该不会出去 然后也会给大家做直播或者是做视频 咱们看两发中称录像吧 还是比较有意思啊,先看第一局 第一局看到主公这个ID就比较有趣啊 必须狮子哥哥啊 狮子哥哥是谁,这里我也就不用多介绍了 主视角这位玩家叫黄龙岳 然后咱们共同看一下这局比赛 主公选择一个旅步啊 不知道他是有意为之呢 还是还是这个其他原因呢 看一下这个忠臣啊,八号位的选将 这场上这些选将的话 能当,从理论上能当忠臣的肯定是陈林和张辽 这个什么孙策啊 卧龙,这个朱然,华雄这种忠臣属性是非常非常差的 但是他这个应该是一个群内局 群内局的话有个问题就是 你如果八号位选陈林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的忠臣了 为什么啊,因为你挨着个旅步 你一个三血脆皮这根本就挡不住的啊 砍两下就死啊,留闪都留不住的啊 嗯 说到这个问题我就讲,大家再简单谈一下 现在呢,你无论是玩路人局还是玩身份局 你都要根据你自己的环境去选将 最优的选将是什么 最优的选将是不但这个武将要合适 而且这个武将最好是没有任何身份倾向选出来 这样的话不会遭到棋手的盲区和压制 其实现在对于现在来说 主中方肯定要棋手先盲区和压制 其次的话,反贼他也要有目标性的去选择压制 哪怕反贼他不是说那种去赌命的 忙你到死 但他肯定会压制你的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武将就是 他没有身份倾向 本身强度有高 这种武将就是要更强一些 你比如说像巡越 像貂蝉这种武将就是 他非常非常强 而且几乎是在任何主攻局都没有特别强的身份倾向 然后呢,就说到一点 你打路人局吧 你就考虑考虑路人的环境 然后你去分析到底该选哪个将 又不暴露身份又非常合适 打群内呢,你也要考虑这种问题 这种现象 总之呢,真正一个高手是应该能适应任何这个情况的 无论是选将还是打法 当然了,就是我直播的时候也经常会讲这些问题啊 反正这些选将如果是我,我可能我就会选张辽啊 因为张辽的话没有,在这个位置真的没有身份倾向 可中可反 神灵的话是有点偏中的 说实话,反贼选并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必须狮子哥哥表示 这个舔弯了,怕屁 看他选了什么 他最后选了借张辽啊 这个最近如果有经常看我直播的朋友 也是能看到我经常选借张辽 这个选将 这个跳模糊身份啊 就已经选了他们云头转向 不知道我选借张辽到底是啥玩意儿了 当然了借张辽 肯定还是没有张辽强的 看一下长辽选将啊 这个庞统基本上没啥 就是个反贼啊 跟主公没啥配合 因为你说是连起来 其实真正连起来 吕布他直接砍 这个反贼就行了 反贼他也挡不住 不需要通过一庞 庞统对吧 吕布本来就是一个强命 他在这选了一个庞统就是为了 就是让你主公砍一下不好砍 留鞋的话 张忠臣肯定没中反都没有问题了 这个张忠臣跟吕布配合也是比较强的 留鞋配菜刀对不对 灵桶比较像反贼 二张也比较像反贼 因为二张跟吕布也是完全没有配合的 陆神将这个不好说啊 毕竟神将了 然后看一下这一局神将啊 当然了 灵桶也可以是没奸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看一下他 具体出牌吧 这个吕布冲毕竟 毕竟这个比较少见啊 主公起手看一南蛮 他们这应该也是禁卡局啊 左次亮了一个曹植也不好说啊 主公这起手南蛮肯定是要开的 主公掉是鼠标飞了 翔选小哥的鼠标飞了 这个出杀可以了 一是毕竟手牌打少了 一会可以发动剂 二是有用掉血 这如果我是礼物 我就会冰这个庞统啊 一是庞统就 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偏反了 二是他是二号尾他先动 好 这个庞统直接就是杀了一道吕布 跳反 直接这个跟二张配合了 给二张扔牌了 因为他也觉得二张是 吕布当中才真的是没啥用啊 说实话也确实是没啥用 好 走私跳反 跳反的越多 这个刘邪士忠诚可能就比较大了 拆了一下 直接九师杀吕布 吕布还好是闪没有被拆掉 看一下刘邪是不是能输主公的期望 然后刘邪去火攻了一下个参军 不是火攻了一下什么参军啊 陆神将 还是表示想看一下陆神将的这个身份 结果这个陆神将跳了一个忠诚的身份 那他把吕布 他把牌给了吕布 吕布就直接可以开始忙了 就忙这个二张了 贴个乐 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从主手脚来看 这个陆迅肯定是内奸的 不可能是中 不是 这主要是刘邪不可能是内奸 定不说陆迅不是忠诚 看一下灵统 好 灵统也是开始配合 看看能不能拆掉无蟹啊 当然主手脚这手里握着一个无蟹 他们是并不知道的 他们还是怕这个吕布手里有无蟹 好的 二张这个乐还是非常关键 如果天度了 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如果这个贝乐了 这个反贼还是比较伤的 然后内奸就 这个杀了一下张辽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反正是想提前压制一下中神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前面反雷都已经齐了 张辽开始偷 也没有问题 陆迅是没想清身份 其实反贼已经齐了 然后鞋索全连起来 好的 因为主攻有强命 直接杀就肯定能命中了 好 九火杀 并没有九火杀 遗憾了 这要是九火杀就爽歪歪了 那就先砍这个 这个 反贼的核心二张啊 这肯定是要先砍他的 没有问题 好 庞彤给这个二张生防御牌 怕二张死了 你看吕布 他是有强命的 对吧 真的有 九属性杀 你这个反贼也是挡不住的 没有那么多闪 好 一接又一开出来 九 看吕布有没有杀 好的 好的 其实 反贼真的就是怕 AOE和这个铁索连环 属性杀 这是反贼最怕的 反贼之前就吃了一截AOE 这又吃了一截AOE 好 这个乐又重了 还好 这肯定要拼 拼灵筒的 目的就是不让灵筒发动旋风 这个绝对是拼筒 没有任何问题 那不用想 内奸的话 如果我是内奸 我还是像以前 就是那种思路 跟大家讲 内奸你要控谁 主中都在打这个二张灵筒 你要控的是这个左四和旁筒 对不对 这两个人对于你来 内奸来说是最难控的 你不要就是 不要去打这种快死的 或者说就是 在主中犯犯激活 在主中激活的 除非说就是反贼 能强到不能再强了 这个说实话 这个牧牛留马 我觉得吧 没有必要给 你作为内奸的话 你自己留下就可以了 你真的没有必要给忠臣 而且现在反贼 其实挺危险的 说实话 这都在铁索上捆绑着 一个九属性杀就崩了 你那个牧牛留马 自己留着跳个内 就多好 对不对 有没有属性杀 还是没有属性杀 这幸好这还没有属性杀 真有属性杀 反正瞬间就秒崩了 一步两记 这个无双 九杀 也是屌啊 还是没有带走 OK 这肯定给留鞋了 他表示并没有给留鞋 还是自己留住保护自己了 其实可以考虑给留鞋 当然了 你给谁都有可能是被拆的 这时候对于陆信来说 他要控的三个人 除了我刚才说的佐茨 和庞统之外 还有留鞋是他要控的 这招聊也不需要 不需要招集控至少 因为留鞋你也不好杀 这种不好杀的你要先控 留鞋这回回合被冰了 也是就是 导致主中方的输出打不住了 接着看 先锋 这肯定拆木油流码了 木油流码和斧子必须下掉 这是两张K盘 再看一下这个二张 二张表示 这个也不想杀那家 没啥意思 哎呦 这就是典型的 看见人头 hold不住 这完全没有必要杀这一刀 这刀一点杀的意义都没有 好 这一截AOE打出去 这完全是看见人头 hold不住 刚才二张都没有杀他 然后直接收掉这个一个AOE 收掉这个二张 这两个灵魂也死了 真的反正其实就是崩盘的边缘了 现在的话你想控也不好控了 可以给主攻留两个桃 这两个桃不但要给主攻留 也是给留鞋留的 因为保住留鞋 可能就稳一点了 说实话 这时候留鞋的作用肯定要比 留鞋的作用肯定要比这个张聊要大一些 然后没有乐庞统 这个庞统打出了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我觉得应该乐庞统 因为庞统毕竟是镍盘过的 手里有一些锦囊牌是很正常的 看他杀谁 并没有杀 并没有杀 断杀 这回合断杀其实还是蛮伤的 不然的话是可以九杀直接拍这个留鞋的 而且场上三血 都是三血的武将 也没有这个换牌的机会 有些看了一张五谷 大家纷纷都拿杀 过拆都没有人拿了 生怕断杀 这时候击火庞统了 谁能挡我 陆勋现在开始扎留鞋 还好打下去一血 其实之前那一刀就应该杀张聊的 再上看看能不能击火死庞统 击火死庞统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不出意外的话 除非留鞋瞬间被秒掉 只要留鞋不瞬间被秒掉 机会是非常大的 这一回合曹之应该会九杀留鞋了吧 带走留鞋说实话 其实还真的能打的 好 他打了一个无限 弄了一个桃子 九杀留鞋 这肯定要杀的 郑辽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救啊 你要赌主攻还给留鞋留一个桃子 因为的话 就是说实话 如果留鞋死的话 吕不和张辽打左慈和陆迅 还真的 真的不一定能打过 而且还很难打 但是留鞋活着就不一样了 肯定要救的 肯定要赌的 哪怕这个桃白扔了 也要去赌的 去救的 因为留鞋在和不在 这个局面完全是两回事 留鞋在的话 就很容易把这个左慈打死 好 这个桃神桃源开了 OK 非常好 你看之前如果说陆迅 你提前压一下张辽 很可能张辽就是 也就存不住这个桃子了 这样的话 留鞋如果不死 局面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可以压制住这个左慈的 左慈一会都死了 陆迅的话 能不能打他 他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控场的能力 强行保留鞋 这回合又可以去偷陆迅的桃子了 但是并没有 看看主攻能不能杀一刀 能不能杀一刀 好的 能杀一刀就可以 就是说左慈需要一个神话神 还好 有个鲁速啊 这就非常强了 杀一刀 但是并不能耗施地盟一起用啊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不然的话 可以这个拿狮子地盟 积回血又给陆迅换牌 但是毕竟你是左慈 你不是鲁速 其实基本上左慈如果死了 陆迅就可以投了 没有全面了 翻面 这时候陆迅选择了收 没有逃 表示 看看能不能收到AOE 并没有 并没有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这个先火攻 骗你把牌这个放到牌堆顶 然后直接挂扇子火杀 再一拼点 又火杀 这个认你是天大的鹿神匠 也被烧成这个烤乳猪了啊 然后咱们再看一句 这期比赛是我玩的 主攻选择了孙权 这个我是说那4号也忠诚啊 只能玩忠诚就很多了 都可以啊 刘鞋不练诗成功 周瑜官屏全都可以啊 当然你要非纷纷累的话 在我看来可能不练诗和刘鞋 属于第一等 成功属于第二等 然后周瑜官屏属于第三等 当然周瑜官屏也并不差 就是这个普通 包括这普通版周瑜也并不差 都是可以的 当然有一流的忠诚 作为忠诚 我是还是推荐大家有多强选多强 因为主攻方太难 太难赢了 容错率太低太低了 如果反贼的话 那你就随意了 你只要不坑跌 选个60分就可以 对吧 你选布电师留学随便 选哪个都可以 先分下场的项面 这个七八号位的假许 肯定是反贼啊 但是我就是跟大家讲 我并不推荐 在当前进卡局 大家在这七八号 也想假许啊 就非常非常容易被忙死 因为假许 其实我 这进卡局 他没有什么 根本就没有什么防御力 就孙权 包括忠诚 几个赛老 砍几下就死了 就是个冥法 就是被靶子立在那 被群殴了 当然了 如果你能被捞起来 或者说被反贼保护起来 那也是有一定发挥的 可以切断这个忠诚的救援吧 对吧 其他武将 其实黄盖啊 巡悦啊 李脸张辽这种 都可以当忠诚 都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乍一看 还是这个忠惠 不要向内奸了 假如说李脸是内奸的话 忠惠那就是反贼 然后忠诚在其他里 假如说这个忠惠是内奸的话 那就其他四个人 有一个是忠诚 主公开了一个五种 也是挂刀 这个没有任何悬念的 统向了这个后置位的假许 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然后主公一顿制衡 挂上这个装备过了 其实的话 刀也可以制衡掉 因为就是你已经杀过了 下文和的话 你先找防御牌 下文和的话 你再这个什么 就是 你下文和的话 再找武器 而且你也不用考虑 循运是忠诚驱虎的问题 因为循运如果是忠诚 他完全可以驱虎忠惠 或者张辽 这是两个四血五将 对吧 都可以 看一下黄盖了 黄盖直接跳反 黄盖直接跳反 我看看 这个黄盖没有杀 把八卦搞掉 给主公贴了个兵 看看循运 循运的身份还是蛮关键的 看看他驱虎忠惠 到底是哪 假许还打孙权 然后忠惠不管 要三千二十一 给了一个大点 好 给这个循运憋回去了 然后的话 因为忠惠也不知道 忠惠他 现在并不知道忠惠的身份 但是呢 忠惠也不知道循运的身份 所以他就给了一个大点 这时候 我跟大家讲一下 你这时候要忙的 就不要去打这黄盖和循运了 这个假许是必须死的 因为假许不死的话 很可能就是切断了你主中方的联系 他是要把能把主公直接秒死的 一定要 而且这个假许现在非常非常地空虚 前面已经跳两个反 后面除了我还有一个忠臣 通过这两个忠臣的联动 看看能不能打掉假许 而且我这有距离 所以去录假许 这个假许是必须死的 然后去拆 先录再拆 拆主公的兵 表示不让拆 好 李俊挑了一个忠臣 那就好了 那身份就非常清晰了 直接一把冠师斧 砍这个假许 假许必须死 怎么都打假许 这个就没有悬念了 这孙权主的末位假许 就必须死 真的是必须死 无论怎么玩笑的说 但是该杀你 还是要杀你的 看一看李俊 这个能不能对假许 打出一波输出 还有一个无中 就被无懈了 这个因为他是 也不希望这个李俊 就是起距离 把这个假许打死 所以并没有让他 开启这个无中 那这个李俊 就杀了一刀张辽 发动了忘戏 没有两张牌 挂个加一过了 这张辽肯定是 偷孙权和我 结果他把我的刀 给偷走了 这里面我最希望 他偷走的是闪 陶我不希望他偷 刀我也不希望他偷 结果他有顺 那好吧 偷了刀还算不错 他有顺 他要把我的 冠师傅给顺走了 结果这个假许 就去决斗孙权 我的妈呀 是不是要玩啥自己 大家注意啊 假如这个时候 假许如果没有逃 他是被玩杀的 其他任何反贼 是救不了他的 在他回合内 如果有人死亡 包括他自己 如果他没有逃 他就觉得我拍孙权脸上 那他就被玩杀了 那这样看的话 就是他是内奸的 内奸的话 拆一拆 这反贼的距离 让反贼杀不到主攻 就可以了 别的不用做了 现在 对吧 把这寻找的距离 让他杀不到主攻就好 好 主攻直接这个龙刀 继续砍贾许 反贼还是有桃子 并没有杀掉 继续保护贾许 希望贾许 给贾许创造 完杀孙权的机会 以前我也做过很多视频 就是反贼要配合 这个罪友贾许 创造完杀的机会 好 这个 黄盖这拨骨肉 很给力 一个九杀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 如果 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之前那个 九红杀 孙权肯定闪不掉 后来黄盖这个黑杀 我的建议是 孙权不要闪 去赌了 无论你是赌 不练师有桃子 李连有桃子 还有中会有桃子 去赌一下 如果不练师有桃子 是最好的 给你捞到凉血 这样的话 防止加许完杀 因为现在有个特殊的情况 是因为有加许的存在 假如说没有加许 你有闪 该闪就肯定闪 对不对 现在有加许 你必须要做出这样一个抉择 就是 你尽可能的留到 留多的防御牌 到加许回合 保证加许不可能 对你造成完杀 因为后面的忠诚 你并不能确定 能不能打死加许 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 加许 加许回合动 你只能靠你自己手里的牌 防御 中神手里的牌是没有用的 你这个时候就是说 不闪的话 你赌 我有他 或者李连有他 或者中会有他 都是可以的 其实说实话 主中没出过桃子 有一个桃子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张闪尽量留着去方 加许比较好一点 我开了一个55 这张55就是比较逗了 这个 这全是闪啊 一个无蟹 一个加一 无蟹被黄开拿了 然后这个 K点加一被寻规拿了 他是原来拼点的 对吧 这时候 看他 他来顺我 看他能不顺走 我的桃子 没有顺走 这时候啊 其实我也是不推荐 反雷去把圣拳打的 这很容易就好舒服了 这就好舒服了 当然了 他还有一记万剑 那这个就没问题了 这时候我就不闪了 这时候不要闪了 没有必要闪 因为我现在是尽可能 能死的越早越好 死了 让孙权回复状态 这闪就不要闪了 当然他有万剑 他之前去 我就没问题了 因为万剑还可以 把孙权打到一雪 看他是会不会救加许 他并没有选择救加许 那就是把加许收掉了 那就那加许既然死了 那就无所谓了 那就该反对该怎么推 就怎么推 就OK了 但是之前那种情况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反对死了 这个就反对死了 就无所谓 这顺手是他收了 加许收到的 收到一个顺手 一个乐 然后给我贴了一张乐 这个我运气不错 添入了 我肯定要这个 入寻衣的牌 因为寻衣 很可能有桃子 这个角度 我就直接拍黄盖了 因为拍黄盖 无论 假如说我赢了 掉他一雪 我也不亏 假如说我输了 输了输呗 输了我就一雪 一会儿 李点也可能把我杀死 直接送孙权 也都可以 对吧 这桃子不要吃 这个桃子 就是宁可被张老偷走 也要留着 假如说他不偷呢 万一他不偷呢 你还可以救孙权 看一看李点这波了 李点这波还是很关键的 而且赌心理嘛 就是说 让他觉得你不敢 有张聊的情况下 不敢留一个桃子 对吧 其实也是猜心理嘛 当然这个张聊 大家张聊的I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李点 从这裤装里 掏出一把连弩啊 这是这个李点的神器啊 结果一顿秃秃给张聊秃秃到一血 结果张聊还添肚了 我的妈呀 这个就悲剧了 这个张聊果断觉得 一点秃秃一队牌 有桃子可能性比较大 真的是觉得我这个 没有桃子了 还是 还是太年轻了 然后这个 对我一个好叔父啊 那天的话 这个想去收这个张聊的人头啊 他是考虑收掉张聊人头 就不乐黄盖了 就乐我了 但是结果发现 没有收到张聊人头 我感觉那天 应该是没有桃子 比较虚啊 黄盖就被乐了 看一下 看他敢不敢去虎 应该是可以去虎的 不能去虎啊 他现在白宝了 我突然发现 他现在是白宝了 全场都是三选 这时候我去撸中会啊 因为中会很可能有桃子的 我是不希望他就张聊 把张聊收掉 南蛮开一下 跟这个李脸刷刷牌 而且刚才给主公撸了一张杀 问题也不大 我直接戏牌过了 看一看李脸了 怎么说呢 中神就是 选择合适了 就是还是完全有能力 和反对一战的 中神选择弱了 这肯定就是没有能力 和反对一战了 中会开始顺主公 主公打无险不想顺 看看主公这回合了 能不能打出点输出了 火攻 火攻火攻 能不能中 这个如果中了 基本上就赢了 黄盖亮一张方片啊 不过孙权是制衡的未知牌 但是我觉得应该亮黑牌 为什么 因为孙权当时是留了一张牌制衡的吧 孙权是三张牌 然后制衡了两张 应该是应该是留了一张闪 所以不要亮方片 我的建议是亮黑桃 他制衡出未知黑桃的可能性比较低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两个忠臣都活着 直接九杀 看能不能带走群羽 并没有 现在的话基本上很难翻了 撕票都撕不动 借我这群羽手里两张闪 也是给力啊 冰冰一下孙权 看到孙权这回合 能不能九杀带走群羽 并没有 九杀我 我这有闪的 这个我肯定先杀 再撕 因为撕不动 看他补 他补 就撕一下 好 录到桃园 这个时候只要打死群羽 把这个桃园一开 就可以叽叽死弥打了 把这个中会最后一张K牌给拆掉了 神牌闪电 九杀 带走群羽 一个桃子 中会并没有好 我算是中会可以投降了 这桃园一开 中会可以举白旗了 真心可以举白旗了 那今天这两盘录像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